哎呦 喂 但是人多的时候声音一下就小了 我听不见 所以我带着耳机 我这个灯是不是也是过量 过于亮了 我这是太美颜了 是就咱几个吗 就咱四个是吧 可以再小一点 白老师是就咱四个吗 不是啊 还有Mackie啊 Mackie在哪里啊 哦收到了 收到了收到了 收到了收到了 进来了进来了 红毅 红毅那边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我当时说半天了 你们为什么不理我呀 你才有声 大家好 我是李红毅 我是段云章的扮演者 然后这个角色呢 其实我都忘了 要不你们就跳到你们那儿吧 我都已经忘了这个角色是谁 好吧 那个谁 郭成 郭成 从你开始 我叫郭成 我饰演段云虫 然后是段云章的弟弟 拉木演我嫂子 你是我小猪的 拉妹你介绍一下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拉明杨子 然后我饰演的角色是刘金凤 就是我自打那个戏黑了之后 我到现在都没白回来看我的手 确黑 我现在呀 然后我给你讲 我们组的每一个男演员都比我白 每一个人 每一个都比你白 每一个都比我白 然后到当然我到现在后来发现我 就我基本上合作的好像都比我白 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就所以我就是名副其实的这个黑胖啊 完了呢 我还说点啥呢 要不先往后介绍吧 我再想想 OK 我简单做介绍一下 我现在的角色呢 是于昌雅 非常重要啊 这个宫里第一美男子啊 这个现在还没进宫了 是吧 仙巴村村草 就是我 然后那个 也没有其他男的了 对对对 是是的 仙巴村唯一的这个青年男性啊 皇上呢 皇上吃啥呢 皇上呢 皇上呢 我我我减肥 我这个确实是 李老师老有毅力了 一直都那个坚持住了 但我看你最近就受托相了 我现在我现在就是 我就现在我这个闲聊啊 我就感觉我这个光跟你们格格不住 快快快快把光剪暗点 黄上身体的光 黄上身体的光 我说蜡老师你这是什么造型 你现在在拍戏吗 没有我在那个露净 我最近没了 差不多了 哦 又去赚钱去了 那时尚吗 那郭成呢 郭成你在恒店吗 没有啊 我在北京啊 我在恒店 在恒店我找你来了 那白老师呢 白老师在恒店吗 我不刚说完我没事去看你嘛 我在那样 这一看就是恒店 Maggie在吗 Maggie 我在 但我过两天就就来了 马上就来了 等你们两个过两天来的时候 咱们去吃个饭什么的吧 好久没见了 不是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 我来了一个月了 你也没说过两天 你来一个月 你没跟我过两天等她来了 一块去的饭吃 你没跟我说呀 你要是 等过两天她来了 你们一块吃个饭行 不是 你没跟我说 你在恒店 你之前你也没跟我说呀 我跟你说了吗 我没跟你说吗 我怎么会没跟你说呢 没跟我说呀 朋友圈那个我都看到了 你过两天去找她 对 对 我也看见了 我也看见了 等会儿 等会儿 等我那儿 现在你们别 跟着直播间 这些观众面前 跟着三风点火 姐夫发给我 你有本事现在 当时直播间 观众面把贴族发出来 过程 他把朋友圈删了吧 他肯定把朋友圈删了 说话就跟着 马上删掉 就是因为我觉得 李老师本人的性格 跟那个皇上就挺像的 然后其实那一场戏 就是那个 就是 其实金凤 就是很主动 然后去 逗他的那一场戏 然后我觉得 就是有 也有 也有就是 逗 就是 可代入吧 就是感觉就在 逗李老师本人的感觉 你说吧 咱俩不是 咱俩我记得是 拍的第二天 不就在我脸上 留了四个大唇印子吗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说 这个剂 作为这个基础的话 我后面拍这种剂 其实都已经 对对 对 这怎么的 我们四个看到你在 炫饭 我现在esh现 戴 sincer 吃播 Serv 吃播 吃epo 这不是什么 好吧我们进到下一个问题 那个这个问题就跟 白玉和云 云云 云虫 是吧 云虫有关了 就是在金凤刚刚入宫之后呢 花了很短的时间 就把三小宠臣啊 包括身边的大家折磨的欲哭无泪 在拍这一段的时候 大家怎么觉得 有没有觉得金凤很事 没有啊 都这么害怕金凤吗 都这么害怕金凤吗 大家都沉浸在食物里了 你不是不吃话吗 李红业 你在吃啥 地瓜干 地瓜干就不属于那个吃的了呗 瞧我的吃地瓜 你看我这吃地瓜 这低脂的呀 好吧 都吃了 你等你们等着 等我的饭好了 金凤和皇上就有一场大婚 对不对 虽然我很羡慕 我为什么那么羡慕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是金凤的青梅猪马 然后这属于闪婚行为 所以请问 刚开播就澄清两位 什么这个心理做何感想啊 干脆一点 觉得合适就结了 所以挺开心的 虹一呢 也整点快的 对 我也整点 我也配合你 配合你 来了一个非常搞笑 然后但是又非常甜的 暗头亲 是吧 今天也播出了 我告诉你 就那一场 就我把着你的脸 把着你的头 往我脸上亲了一下 然后你都磕到牙了 那一块 你记不记得 那就往脸上撞 因为他比我高 我比我多 然后我就要使那种 就是很大的劲 我要就是搂着他脖子 往我脸上一撞 不仅又撞得我脸生疼 他的这个嘴撞得也生疼 我还记得这一块 想起来了 李老师 对对对 记忆不足了 有这么个事 对对对 那你展开说说呢 我说啥 你展开说说呢 我展开 你展开说说 你想起来了 我展开说说 就是那天 那天是不是特别热 是不是 是 然后我穿了一个大褂 确实你是穿衣服了 然后咱俩太多失败 是不是 那是 你看这不抖对上了吗 你摁着我的头 往你脸上撞 完了我牙疼 你脸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所以当时你的牙 是磕在他脸的什么部位了呢 磕坏 他不是说你磕着牙了吗 请问你的牙是磕在 他脸的哪个部位 能把牙磕坏了 磕在他的苹果肌上 那苹果肌 那个锻炼的点好 哎呦好可惜啊 那场我怎么不在啊 那你错过的 可老多了白老师